大家好啊 说一说呢 这两天效果文化 他的一名脱口秀演员叫做豪斯 就是房子 这跟我最喜欢的一部美剧豪斯医生 里边的主角呢 叫一个名字 这个名字在欧美吧 还算是相对比较常见啊 并不是特别稀奇 他呢最近说了一个段子 这一下呢 成为全网热议的一个话题 他说了什么呢 我们来听一下 网上呢有人把他这个段子的原始的录音呢 给放了出来 我们可以自己判断一下啊 好 我们来听一听 你说了什么 有网友提供了录音 所以大家在上海是一个国际方的大都市 做的一切是要找他们国际接规 我去上海以后就收养了 然后流浪走 严格来说不是流浪走 我们是从家世纪的一座山产 讲了那两条野狗 我们都不算救助他们 因为他们在山上那个食物类的区域 完全不需要我们的救助 我们只是相当于变形器 可能是 我聊一下常理的生活 这两个狗 他们确实在山上是有食物链的颈端 我看到他的第一时间 我感觉我不是在看完 我是动物世界的拍摄现场 这两个狗追一个松鼠 像炮弹一样发射出去 那你平时看到那些狗 你会觉得很忙 心都会黄化了 你会想到这些词 我看到这两个狗 内心只闪烁出了八个大字 做风优良能打圣上 非常严肃 我现在这两个狗在上海的街头 微风淋淋 唯一的问题就是 他们的运动量 行吧 这是他的原始的录音 等于呢 他的段子是这么个过程 就是有人呀 去上海 然后呢 他想融入上海 他说怎么办呢 我养宠物吧 比如说养狗 然后他想了半天 说干脆呢 我也不买了 我去救助流浪狗 他在山上去逮 应该说是逮 或者收养吧 流浪狗 找半天 逮两只 这两只干嘛呢 这来追松鼠 追半天啊 说子弹一样的冲出去 他的脑子里 呈现出来的这个观感 就是八个大字啊 做风优良能打生仗 熟悉的朋友们都应该知道啊 这个是我们部队 这边一个口号啊 从严至军等等的 这么一个口号 所以这个段子呢 他其实某种程度来说 你可以把它解读为 他的讽刺 我们的这个人民解放军 类似说你们跟狗一样啊 你们这个追小松鼠啊 你们欺负这个弱小 你可以往这个方向去解读 所以这一下呢 等于他放了中怒了 那很多人说 你啥意思啊 是不是 要救人说了嘛 说今天看了啊 这个就非常的不舒服啊 他说如果这个梗是无意的啊 那我呢 劝你们下次删掉 如果这个梗呢 是故意的 那我觉得你们在作死 你们这个梗啊 在侮辱我们的人民子弟兵 然后全场呢 因为没有证据嘛 说不能录像啊 你要真录的话 或者拿这个激光笔啊 照来照去啊 然后目前呢 这个效果文化 他就暂停了啊 这位脱口社演员 叫李浩时 他的演艺工作 说因为呢 这公告嘛 说演出中有不恰当比喻 引起观众争议啊 然后因此呢 向大家道歉啊 我们对他进行了批评 要求他进行反省 并无限期停止 他后续一切演艺工作 好吧 这个撇清关系啊 撇得也挺快啊 然后呢 有记者呢 去采访效果文化 这个事后续进展 就是咋回事啊 说一是文旅部工作人员呢 因为他这个脱口秀啊 算是文旅部 直接管辖嘛 文旅部就来管这个事了 说已经来过公司 说他的这个段子 是豪斯 就是李浩时 他在表演中啊 自己临时增加的内容 说一名呢 自称是效果文化 编剧的工作人员 向记者介绍 说脱口秀演员 演出的内容啊 都是公司 会进行这个剧本的审批 也会向相关部门 比如文旅部等等 进行报备 据他了解呢 这个演员 在演出中的争议内容 并不在事前审核的文本之内 如果再的话 公司肯定能看出来 就是我们都有剧本了 然后这个剧本呢 如果说他这剧本念啊 是不可能有这个段子 为什么呢 我们有这个段子 我们就看出来了 所以他认为说 这个段子是豪斯 他自己的个人行为 等于把这个责任呢 全部甩给了这位脱口秀演员 这是笑话文化 他们的那个 黄埔区的总部的办公楼啊 看着也不大 几个小洋楼 看看这高赞评论啊 人说这个段子 其实时间并不短 说一分多钟呢 对脱口秀来说呀 增加历史包裹 不是不可能 但是呢 线编这八个字啊 他说他认为是假的 为什么呢 说这个段子 整体流成这样的 人说他先说上海国际化 然后有这个外地人呢 来尝试接轨 选择手段是养狗 说可能因为穷 或者为了表现爱心 等等原因 不想直接买 于是选择收养 后来呢 因为上海太干净啊 流浪狗啊 不好找 或者别的什么原因 跑到荒郊野岭 逮捕啊 在自然界啊 正混得如鱼得水的狗 野狗 说野狗呢 比一般城市狗啊 战斗力强得多 于是最后 出来这个包法 八个大字啊 就是作风有凉 能打胜仗啊 说一切呢 其实这个 你发现他一切的目的 这个段子的目的 最后就是为了这八个字 说这是整个段子的爆点 说爆点有什么词 那是能能临时起义的吗 不但是说这个利益啊 水平很低 如果换成我呢 我会换成别的子啊 比如说野狗在我脚下 那叫一个威风 时刻准备 对每个命令啊 就是等待 我的每一个命令啊 比如说抱着说 皇国兴费 在此一举啊 这说的是那个日本的 二战时候的这个 军国主义日本 他们的口号啊 他说这个礼担啊 成禄啊什么的啊 最后还是去这个德云社啊 进修一下啊 不是说德云社三观多正 但是这起码 他们的政治觉悟非常高啊 比如说一些包袱嘛 说那日本人也算人吗 他说孙悟空是韩国人 因为他是棒子 对吧 德云社的梗啊 人家说呢 说我被推荐着啊 看过一些脱口秀啊 国内国外都有 也包括一些 这个咱们中国人呀 用外语参加国外的脱口秀 每个人笑点不同 偶尔呢 也会被个别有趣的段子和包袱啊 集中笑点 更多时候呢 还是尬笑 创作者啊 要不断推陈出新 就很容易挑战一些边界问题 有很长一段时间呢 我们是缺乏相应的监管 即便如此呢 仍然监管很模糊 本质也许只是个人底线问题 不太可能有明确的法律法规来对照 一个人呢 娱乐至死 或者说拿无知当有趣 可以到什么程度呢 这个玩笑开过头 抖包袱抖鸡烈啊 过分了啊 引起观众不适啊 可以问这个法国人更合适啊 还是拿外国保准呢 来对比咱们啊 从他这个现场来说 至少 笑口文化上海场啊 等等啊 或者北京场啊 我也忘了啊 抖台这些观众 我听他们笑的还是挺开心的啊 就说他们认为这是个笑点 他们可能当时听的时候啊 没有这个特别的意识 就是说这到底是什么 他一看左边 哎 这个口号听着耳熟啊 他顺时呢 想起来了 哦 这是解放军的那个口号 哎 这一下就哈哈哈哈 就开始乐了 所以说现场啊 能乐出来的人 他们可以说是认同这个梗了 他们是同道中人 比如说嘛 那很多人认为是小题大作啊 大约是吧 但必须啊 提供一个事实给大家判断 上干岭的电影里呢 有一段啊 志愿军战士在战壕里 追逐松鼠的情景 然后呢 是解放军口号啊 自己判断吧 这个其实 我觉得未必能跟上干岭 那电影里的 就直接匹配上啊 因为这个段落 说实话 我看过上干岭 我好像没什么特别深的印象 你要说这么精准 就是这个追松鼠 这个杆假如说在全中国 家里户晓啊 也不是不行 但你知道抖包袱这个事啊 一定要考虑到观众的 普遍接受性啊 那你说至少我认为我自己啊 我代表我自己 我印象 对对他说这个场景 我没什么太多印象 我也不认为 他当时很多人能联想到那一段啊 当然这块不是说洗他们啊 我也认为这座很可恶 他们就是在引说 我们解放军士兵啊 为啥呢 这个怎么说实话吧 就是以我啊 以我啊 对于脱口秀 这个行业的认知 我当然知道了 国外脱口秀 其实啊 就是有各种冒犯 天天骂总统啊 骂什么什么 什么都骂的啊 当然现在你没有骂黑人的 是吧 反正就是说他们 你说脱口秀可以百无禁忌 但是他们的很多梗呢 你发现比如说黑人的笑话 只有黑人能说 或者黑人自己说比较合适 或者这个黄种人 亚裔的笑话 亚裔自己说比较合适 对吧 因为自己说自己呢 就不会说本人啊 这个什么歧视啊 乱八糟的 但是呢 呃 美国家有美国家的一个风俗传统 而且老生常谈 你要认为那个在美国说黑人不太合适 那在中国据说人民解放 人民解放军 人们也不太合适 你就是美国自己那儿 他也很尊重他们的美国士兵 你们就美国的 不论左派右派 民主党还是共和党 你说他不尊重美国士兵 美国大兵 我哥 那大多数人会骂死你的 哪怕说更自由主义 更左派的这个美国民主党 他们也不可能说 公开说 我敢不尊重美国的士兵啊 好吧 所以在任何国家 尊重自己的这个士兵 呃 都是一个绝对的正是正确 可能只是这个严守的程度不太一样 然后再翻了去说啊 就是我对于脱口秀 这个行业的很多人的观察 呃 现在你们也知道啊 脱口秀是一个 怎么说呢 时尚 很多人都去看 像老朱前一阵呢 在北京三里图那呢 我也去看了一场 他们上来就非常非常谨慎啊 说呀 那个 有段子啊 可能不方便说 对吧 这个你说了之后 呃 可能我们这个就顾不了审了 就是他们也知道自己创作 受到限制 应该说这在中国呢 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 因为有很多问题 你不能说 说完之后 尤其是跟时政相关的 就非常敏感啊 效果文化 这个就是类似的事情 但是我说 选择去看的人 我跟你说啊 大多数人 他就是以什么样的一种身份 和这种标签呢 稍微贴一下 一般来讲 认为自己有独立思想 同时认为呢 自己是这个 懂得休闲 比较小资 然后他们呢 希望听到各种各样的一些 就是充满冒犯性的啊 一些包袱 一些段子 并呢 以此为乐 当然啦 即使这样 假如说是一位女性观众 他在现场听到 对女性的一些冒犯 他也不高兴 他以后就拉黑了 我不听了 但是呢 以我身边认识的一些朋友 比如说相亲对象 对吧 遇到过一些啊 你发现喜欢 就标榜自己喜欢听 脱口秀的大多数 都是比较有反骨 而且呢 对于国内这种 这种女权师啊 很多一些东西 他们是相对比较认同的 所以说在老朱我眼里呢 喜欢听脱口秀 多多说少 有点小线女儿 有点这个女权师的一些潜质啊 所以有时候我看 那个相亲的一些一些一些平台 看到有人 他特别考虔 他假如说我很多爱好 我喜欢什么滑雪 什么喜欢这个 喜欢那个 他其中提到了说脱口秀 如果是随便面放在后面 那倒也还好 但如果他把脱口秀 放到特别前面 我喜欢那脱口秀啊 但我跟你说 这八十可能是个女权师 或小仙女儿 这是我个人经验啊 你们自己判断 不过话说啊 女生圈里就爱听这些东西 他们觉得我的思想 都要启发 我的这个这个这个 逼格呢 都要升华啊 所以听脱口秀 是一个特别好的爆圈的 这么一个渠道 类似的还有像播客 播客也是嘛 因为老朱你们也知道 混过很多播客圈 我作为很多播客 主播的粉丝 加过很多粉丝群 你也发现 听播客这个群体啊 多多烧手啊 尤其是跟文化呀 什么时政相关 多多烧手 里边这个女权主义者呀 你不是恨国党吧 至少是自由 一些比较犯自由派的 或者出洋没外的 就是中国这哪哪哪都不行 国外哪哪哪都好 这些人特别多 你的群里跟他们一聊天 你还形成一个 怎么说呢 形成一个这个这个小群体 比如说我说 你说的不对 对中国不公平啊 中国是有实际情况 啊五毛就开始了 这种人抱头啊 嘲笑你 最后他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 霸凌你啊 把你从群里踢出去啊 就是这种点搏斗 这种这种文字的搏斗 键盘侠搏斗啊 在中国的好多的微信群 QQ群里的 就不断在上演着 这边都卷来卷去 卷出了这么一群粉丝 所以你像这个李旦 对吧 他们当年黑尾将两口子 是不是家里的瓜培牌 东压病夫啊 这事说话 你要现在抱着李旦死了啊 他说爱着我们随便当的 你不要当真 我跟你说啊 这个这个太常见了 他们圈里人 普半价值观就是这样的 你瞧 这是18年新闻 这很多人还是有印象的啊 东压病夫 对吧 李旦 他们家挂的 他们整个这个 他也给说 这是冒犯的文化 对吧 整个圈子的人都这样啊 都这样 好吧 我倒也不是说 这个支持封杀脱口秀啊 在我眼里脱口秀 这个形式跟说相声差不多 但是应该说是基因问题呢 还是什么的 因为像相声啊 小品啊 他是扎根于中国本土 属于传统文化 他本身就带有 这种保守主义的色彩 多少都这样 这帮创作者啊 天天就啊 限制我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是不是 他非常不爽 这要往是谁啊 反正去北美那边表演 不也是吗 说了些东西啊 都说太可怕了 这个炸的锅了 做也不知道到底说了啥 当然大家就说 我这东西呢 如果传言国内 我就被封杀了 所以这哥们 就可能如愿被封杀了 得偿所愿啊 所以说这个圈子啊 确实有很多问题 行 这个新闻说里吧 喜欢的话呢 欢迎点赞 收藏订阅 点小铃铛 谢谢大家